这个地方是在西北市 浪费两奖的比例不大 但是浪费是外 以后跨越事业 资源平台 不可以 浦里酒厂为了展现新的风貌 依据做整体厂区的改造 而为了要配合改造工程 也尚请厂商提早休业 而因进来有传言在改造完成之后 酒厂将会进行OT统包的方式 将卖场承包出去 也造成现有厂商人心惶惶 日前在立委马文君的邀请之下 在浦里镇农会农民教室 也举办一场浦里酒厂风华在线工作说明会 针对在地厂商担忧部分 代理厂长丁丞康 不论表示还会决定 以后商场经理模式之外 同时也会尽最大的力量 来帮助地方产业的发展 本厂在配合总公司的风华在线专案 整个在营运的过程之中 或后续的发展 我们就会思考与地方结合 那任何的方案 当然会以地方为优先考虑 希望大家一起来支持配合 县议员王彩云 除了到现场听取酒厂的说明之外 也表示 酒厂百年来对于地方产业发展 有很大的贡献 而酒厂即将进行改造也乐观其成 但也建议普理酒厂 能够尽量结合地方产业共同来发展 一起共赢共好 创造新的商机 因为他们要怎样外包 我们都不知道 这个OT是不是让集团进来 进来以后 这些协力厂商有没有机会 再进来普理酒厂来探测 这是很重点的 不管是我们的農友 我们的三小班 我们的好朋友在这里做生意的 20多年不是算带的时间 所以让他们非常的担心 希望不管管长不管里委 不管保理酒厂 我们的厂长都能替这些厂商来争取 副议长潘玉全也希望普理酒厂 在改造完成之后 针对园区卖场的规划 也能够尽量结合在地产业来行销 让在地产业能够与酒厂合作 再创风华 记者称为一 普理采访报道